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鲜美食猫 夏天热 晚上热热 撒肥 今天我来教大家做一个冷饮 我在网上买了一个教程 就是专门做那种 果汁冰冷 喝的非常爽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剩下百香果 气泡冰饮 咱们需要准备两个百香果 一个红心 火龙果 纯净水 气泡水 没有的话就用雪碧代替 蜂蜜 火的糖浆 一些个冰块 最后再找一个比较漂亮的水杯 首先把百香果从空间切开 这个籽是可以吃的 百香果闻起来特的香 酸酸甜甜的 爽 接下来我们夹这个蜂蜜 夹了这个蜂蜜 以后它才会有那个分层 留上几块装饰 其它打成这儿 加上一点点存净水 沿着这个杯壁往下倒 比较均匀 这个杯子还是有点小 别的东西都放不进去了 冰块 这个气泡水肯定是倒不进去了 剩下的火龙果粒 放在上面 最后可以放上一个薄荷叶 点碎一下 拉上一个西瓜 再给夏日冰淇淋就做好了 干锅 干锅 百香果的这个口味偏酸 加上蜂蜜 还有这个火龙果 是微甜的 酸甜口味才最结熟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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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红芯火龙果的这个颜色很诱人啊 这个喝完感觉也就饱了 嘴上跟人画口红似的 夏天做这个饮料有颜值有味道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儿 我是喜爱美食猫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 转发 评论 关注一下感谢还是小哈子 如果您想吃的在评论区留言点赞